哈囉我是Mia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波筋按摩 通常我都會用油的質地 那今天會用白油 是日本的 它是油跟水先分離 然後均勻搖晃之後 它就會變白色的 所以它的質地會比較薄 比較輕 不會有一層很厚的油在臉上 那按摩的好處 除了促進臉部的血液循環之外 也可以收縮我們粗大的毛孔 然後讓保養品吸收效果會更加倍 那皮膚緊實了 皮膚自然會是反光板 那臉上也有非常多的穴道 是通過按摩可以幫助調節內臟功能 其實跟腳底按摩是一樣的 那波筋的話是會更增加筋膜的刺激 然後讓它自己去做拉體 有點像是骨髮電波的感覺 但它這種就是要每天去按摩去維持 那肩頸的話我會用Innesia Free的橄欖油 以前的話我會把它擦在臉上 但是我現在不想要讓我的臉油擦得太厚 所以現在我都會把它用在肩頸 然後因為它的質地比較厚一點 所以像皮膚很乾的人也可以把它擦在臉上 那按摩不一定要用油 有一些油脂成分比較高的霜也是可以用的 波筋板的大小跟手是差不多大的 那它有分兩個頭 一頭的話是波筋 然後一個是比較鈍一個比較利一點 那另外一頭像這邊就是會比較利 然後它會有個弧線 那另外一頭的話是專門按壓眼周的穴道 或者是你要去挑你臉部效肌附近的筋膜 那手上還有非常多的油 我就會把它擦在刮砂板上面 這樣子它的阻力會比較小 那按摩的話要先從上至下 所以是先從額頭開始 一開始的話先輕輕的去喚醒你的肌肉跟穴道 所以不用太認真的去把氣節推開 那額頭到眼周附近都是先平拉 然後拉提到太陽穴 然後到太陽穴那邊就停 那眼周附近的話還蠻多刺激的 而且平常也蠻常做使用 所以額頭至眼周附近我也會來回度過幾次 手法注意要輕柔 不要硬要把它刮出砂來 現在第一個步驟的話是先把它喚醒 然後開始到效肌是平拉往後 不用到太陽穴 然後人中也要往旁邊 然後眼頭靠近鼻子那邊其實也很痠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然後髮令紋也要往旁邊撥開 往後往後平拉 然後下巴下顎也是輕輕的往上 但也是平拉 那沒有戴耳環的人其實也可以 往耳朵那邊過去 耳朵上面有蠻多穴道的 然後會到頸部 淋巴的位置也會輕輕把它撥開 那喚醒之後就可以開始認真的波睛 但也不能太用力啦 我們現在就是可以去感受有氣節的部分 然後可以重複在你 氣節比較大顆或是你會覺得那邊比較酸 比較明顯的地方就是可以多來回幾次 像眉毛那邊有蠻多氣節的 因為現在的人還蠻常用到眼睛的 因為使用手機啊電腦 其實眼周附近可以做加強 那眼周附近的皮膚會比較薄一點 所以像是眼皮眼下 那盡量不要用直立式的 盡量用側邊一點點45度角 往後去做平拉 可以用後面這一顆去按壓眼頭 眉頭 然後到整個眉毛的中間有一條筋膜 我會慢慢的壓它 然後慢慢的往後拉到太陽穴 有貓咪的尾巴 其實眉毛按摩還蠻舒服的 因為眉毛啊然後眼睛 附近的肌肉啊氣節 其實都還蠻緊的 我要把它推下去 然後眼頭 你其實可以去壓自己去探索 它有一些穴道都還蠻酸 然後蠻有一點痛痛的 那其實就是輕輕的去 喚醒那個地方的穴道 你可以去找有一個地方會特別酸 然後就輕壓 再來的話就是眼下 那其實眼周位置我會先大概再過一次之後 眼相那邊再慢慢的往上拉 拉到太陽穴附近 然後眼頭的地方 因為我眼頭真的超酸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到笑肌的地方 其實有點像是要把法令紋往後撥 然後在笑肌的地方我會先壓住穴道 隨著你的笑肌 然後顴骨的地方 下面有一條線 然後我會慢慢的壓住之後 往前推 然後再往後拉 有點像是要把笑肌推出來的感覺 然後這時候再用波金那一頭 去加深笑肌那邊的穴道 就把筋膜慢慢的挑起來 那影片因為有快轉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用力一點 可是其實真的慢慢的去拉它就可以了 然後下巴下顎往上推 其實咀嚼肌那邊還蠻酸的 所以這邊我會來回多過幾次 然後慢慢的到後面的淋巴往下 其實可以的話會到肩頸啦 但今天主要還是會在臉部上面去做 解說自己平常常用的手法是什麼 因為我有點強迫症 所以最後我會再做一次比較深層的按摩 然後去把每個氣節啊 或是比較僵硬的地方 會確保它是鬆開來的 所以我都會再加強壓一次 然後最後一次我才會用後面那顆慢慢的去按摩 因為那顆的力道會比較大 會比較刺激到穴道跟放鬆 所以通常要到這深層的地方 我才會用到這顆球 然後手法的話都是往外轉 然後轉到太陽穴的位置 可以輕壓一下下 然後小心不要除沙喔 臉有點轟轟脹脹脹的是正常的 剛剛小面筋過完之後 我會用大面的全臉再去做一次 按摩 就確保每一個地方都有按到或是刮到 兩邊臉其實很明顯就會完全不一樣 你可以看一下 但我的左臉本來就比較小 但是其實主要是 臉部會有往上拉貼跟 往內緊緻的那種感覺 好那另外一邊就是快速的帶過 可以複習一下手法 都是從上至下 然後其實每個人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其實可以去照你自己的習慣啊 或是喜好去做調整 就可以囉 沒有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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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囉 我來講一下 找有點兒子 用大型一點 音樂 有什麼地方 先看一下 這一局 有一點點 就知道有很多東西 你可以 wit了 對 有一個被子 沒人 你 你 有什麼 你 這次 你 做 按摩完之後再用手按摩 可以把過多的保養品帶走 那這樣就是我的波金按摩分享 希望可以幫助你們的按摩經驗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